大家好,我是中文投资网,努卫 今天是2015年12月28日,纽约时间傍晚6点半 今天我们关注的股票是Purplewise 在股票的代码为PBY 该股票于今日盘后再次收到投资大鳄卡尔伊凯 下属的EK Enterprises代号IEP更新的股票认购协议 IEP在本次股票提议中将以现金18.50美元每股的价格 收购所有Piperwise在外流通的股票 相比之前提议中16.50美元每股的价格提高了2美元 而相比其竞争对手Bridge Stone近期提议的17美元 每股也是提高了相当多 受此消息影响 Piperwise盘后股价上涨6.44% 达18.51美元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